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即使是防守性很强的价值股一样召跌 所以无论有多大信心都不应该分身 其实分散投资的智慧不在于回报 而是关乎印度投资市场一定有波动 但如果你没有做好风险管理 面对短期波动就很容易变得束手无策 相反 做足分散投资 在面对逆境就不会一扣清袋 到了投资良机出现了 就有能力去装备好自己 在好境取得丰富受获 面对波动的市况 与其担心自己投资犯错 不如选择做个快乐的投资者 将投资组合的大部分资金 以安全理性的方法 分散到现金 物业 基金 和一男子股票 剩下的就可以买自己喜欢的投资产品 升跌都不伤身 自然晚晚有较好睡 人生还怎会不快乐呢 提升FINFIT的要缺 我就分享给你们了 不过都要你上这个网址 积极锻炼才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